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31号的新主播点新闻,我是又荣 新闻的一开始来关注疫情进展 耍老爷今天新增加176宗的催省病例 其中失误赚最多,共有30宗病例 接下来是古静29宗及明都鲁25宗 全山累计确诊达到16390人 沙老爷今天再增加一个死亡病例 累计死亡人数达到108人 同时,沙老爷今天增加3个橄榄群 分别是美里君王街橄榄群 市屋阿曼交通岛橄榄群 及斯里街八脊路橄榄群 全山目前还活跃的橄榄群共有36个 另外,今天共有134个人全域出院 累计出院的人数达到13389个人 换个焦点,沙老爷首赞的都把定义阿班族哈里表示 首相当司令慕尤丁及联邦政府已经同意 沙老爷政府提出修改宪法160条文 关于联邦自演的城市 他说,目前宪法160条文下的联邦自演的城市 不是根据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 而是根据1957年马来亚联邦 然而,1957年的马来亚联邦并不包括沙老爷及沙巴 对此,阿班族哈里说 如果依据现有的联邦宪法程式 一旦出现争议,进入法庭程序 法官将依据宪法产名的1957年马来亚联邦来做出裁决 他相信联邦政府及沙拉业政府将在这方面有一些决定 而这一项决定符合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下 联邦及沙拉业政府的关系 It's time to make your future All you scientists, designers, engineers,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s and tech innovators Break ground, build bridges, build something we don't have a name for yet Forget the status quo, forget stereotypes Go global, change your environment, change the environment Maybe just leav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han you found it Like we have for nearly 200 years Now it's your turn Be future made at Heriot Watch University 十屋水井于本月十二号在当容攻击 拉烂江一座私人码头旁 发现一艘在有三四五个集砖箱的冲床 充公总值超过3000万令吉的走私烟酒、冲床以及床枝 沙拉业警察总监达到艾迪在新闻发布会透露 这是警方在今年侦破最大宗的走私烟酒案件 水井在行动中也逮捕了六名外劳协助调查 十屋水井是在接获可靠的情报后 在当天中午12点40分展开行动 出动五名水井包括一名警官赶到现场检查该艘可疑的冲床 执法人员发现冲床上没有人 但旁边停靠了一艘床 执法人员守在冲床上约10个小时 期间都没有人到场承认是负责人 在当天晚上10点50分 水井决定剪断其中一个集装箱的锁头 并发现内部装满啤酒 过后水井立刻扣杀这一艘中床 以及停靠在旁边的床枝 以及床上的六名外劳 以上就是今天的终点新闻 祝大家平安喜乐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